安民不许不许鸟 大家好我是金娘 今天又把他俩放出来了 给他二次的搭配 必须得让小木卡 对着这个活动一下 气死我了这家伙 还是一点对啊 安民都没有反应 你说这个安民一直倒贴 就把他的心思给他勾不过来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小木卡这个东西气死我了 这会就想骂他两句 你俩要打一架是咋的 过来过来 行了啊 这蒙尬已经来检查了 有可能现在吃这个机会 就开始攻速 怎么干你倒剩了你 哎呀这下 安民不许不许鸟 你说这样的情况下 他能成吗能成功吗 你说小木啊还没有往上那啥的时候 这个安民就开始转圈了 也不知道是安民是高兴 还是小木啊一直 这心子就没放在身上 快 你看一下看哪两个 这个问题 存在小木啊这 小木啊还想跳 你一到跟前的时候又后悔了 这个安秘呢倒贴是归倒贴 等人家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就开始圆地转圈 你们两个打配合打得非常好啊 这是 我帮你一下 过来 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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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我了 我踢你两脚都上去了 都上去了 你就把这就这样吧 我也不给他 不管他俩了 就按我的方法就采取这个强制措施 啊 是 等着点 啊 啊 又一次人工啊 啊 啊 人工的话就需要三次的 那个那个就行了 啊 你看 对阿米一点也不感兴趣 这事闹 啊 天整个让阿米倒立了没办法 阿米 啊 我让阿米搭配第三角啊 这都不能说第三角了 是第三次输精 做啥呀 这个小木杆 这两天出来之后就跟它跑跑 然后根本就不打理它 有可能是看不上艾米 只有这样的给它输精 第三次搭配 倒立一会儿 倒立一会儿 咱得阿米测量一下 小木杆大家也知道 这家伙如果木杆不到时间的话 如果发生不明显的情况下 它是不会跳的 测量一下 这个树枕有多高 200 哈哈哈 过了过了 起来吧你 260 这次先让木杆再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那没办法 只能再给它输一次了 找我还吗 前两天 木杆给它配的时候 都在800到1000 那个树 那个树枝 但是他呢 就是不往上爬 今天没有办法 今天已经降到200多了 只能确保给它带上它 只能再给它配一次了 好 来吧木杆 你就辛苦一下吧 木杆 你出去吧 没你的事了 这次经验有不少 给它踩的有不少 你让它下来吧 你让它下来吧 这一件 这连续四天 给它搭配了四天的用力 这绝对阿米是没问题的 阿米和小木杆 在这个结婚大点 与我们结束了 这次虽说小木杆 没出得大力 但是 它也得 保证给这个谁阿米 受缘成功了 来来来 走 回去吧 哎 他干嘛呀 待一会儿啊 回锅了 走